在诺兰的电影《致命魔术》里,两个互为宿敌的天才魔术师,在20世纪初为了证明自己才是这个时代顶级的完美万数者,使出各种手段禁忌,导致了一场血案收场。 这场走火入魔的魔术师对战,在现实中,正是和剧中同时期的20世纪初,曾真实上演过更荒唐的剧情。 这两位现实中的魔术师,就是金陵福与成莲苏。 诺兰在电影里提到了成莲苏,也就是两人在还没有反目的初期,一起观赏的一场魔术表演中,启发了伯登的中国魔术师。 他也把现实中成莲苏的绝活,徒手接子弹,用在了伯尔顿身上。 但诺兰匹配给成莲苏的外貌形象和启发伯尔顿的那场魔术表演,却都是金陵福的。 历史上真实的成莲苏,是一个白人假扮清朝人的魔术师。 他手里的戏法也是中国魔术师金陵福的。 这个行为的荒唐之处在于,他奏效了,同行心知肚明,媒体不揭穿,观众热捧。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这个信息完全不流通的时期, 一个美国人要去费尽心思冒充中国人长达几十年? 他又是怎么误打误撞,凭一场并没成形的事迹挑战,不战而胜,反而名声大噪的呢? 这要从他冒充的正牌中国魔术师金陵福说起。 金陵福原名朱连奎,祖籍天津人,生在北京。 他原本的政治工作是在一家大型商行,魔术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用来在谈客户和工作之余活跃气氛,耍耍把戏。 玩着玩着技法也越来越高,加上工作原因接触的人也很广, 反而凭魔术把戏红了起来,副业带来的名气远超了本职工作。 朱连奎干脆辞职,组建了自己的魔术班子,彻底玩起魔术来。 由于之前人脉基础好,巡演也开始得很顺利, 职业巅峰时期还进攻给慈禧太后表演过。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他在1897年被邀请去美国的万国博览会表演中国魔术。 时有世纪末正是世博会的黄金时代, 各个国家都在抢着当主办方,拉动自己的经济。 原本中国清政府是不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上的。 因为同时期,美国正实施着排斥中国人的排华法案, 不仅禁止中国劳工进入,更禁止移民。 对黄种人的歧视风气很重。 促成朱连奎美国之行的是一个叫龙锡的华裔商人, 和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莱曼盖琪, 出于潜在的经济利益考虑, 最终在布兰会上开出了特别通道, 从中国运来了200多位工人和员工, 在会场里凭空建起了一座中国城。 为了展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里面有集市、花园、餐馆, 还有一个会持续演出的剧院。 对于奥马哈所有目睹这些新奇工艺和习俗的人来说, 中国城充满了神秘。 朱连奎正是在这种既排斥又好奇的非正常环境下, 作为一位记忆精湛的魔术师, 第一次进入到了西方人视线中, 在舞台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中国城剧院因为朱连奎的魔术剧团, 在展览期间转足了眼球, 门口一直挤满了排队等着观看的人。 他和伦秦医生的X光新技术展示, 骑鸡塔玩偶馆成了三大热门场地。 全国各地的人因为听说而好奇, 跑来看中国城, 因为之前做着商务贸易相关工作的关系, 朱连奎的英文也不错, 但为了保持纯正的东方感, 加上他有口吃的毛病, 公开场合下他还是会配个翻译。 他带领的剧团成员有他缠了小脚, 但会唱京剧的妻子, 擅长柔术的儿子, 会唱英文歌的年幼的女儿, 还有一个杂技演员。 在展览的最后一个月, 美国总统麦金利和中国驻美大使吴廷芳也来落马哈。 吴廷芳是一直在尽力改善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 希望取消排华法案的。 像朱连奎这样能有正面公众形象的人, 更是他想要支持的。 在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朋友, 他也持续关注和帮助着朱连奎。 在博兰奎成功演出后, 朱连奎顺理成章地签下了在美国持续演出的合约, 离开了中国城。 朱连奎在美国像过山车一般的旅程才正式开始。 他被剧院经理霍普金斯, 安排在最有名的纽约联合广场剧院演出。 他最有名的几个绝招是大碗飞水, 口吐百丈, 烹干钓鱼, 碎纸还原。 他身穿大褂, 很少说话。 在他的幻术里, 有时是让助理头身分离, 再原样安回去, 有时从嘴里喷雾, 烟雾会变成飘淡, 再变成一根长长的柱子, 还会从他神秘的湖中倒住源源不断的水。 这个被叫做俯瞰的魔术道具, 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的魔术节。 在最为称奇的大碗飞水表演里, 朱连奎会从布下变出一只巨碗。 这只碗是定制的, 直径有一尺六七, 装满了水。 他会从水里拎出个小孩。 朱连奎用的是中国的古彩戏法, 搬运法。 这种魔术唯一的遮掩就是一块红毯, 所有的戏法都在他里面发生。 抛开戏法机关, 朱连奎决在端碗很稳, 滴水不漏, 这种臂力都足够让人惊叹。 他把传统的中国魔术放大到了感官的极致, 他很会用眼神举止带动看魔术人的心, 掌控着大家的期待, 并且从来不以同样的方式表演一个魔术。 朱连奎的登场让观众的胃口变大了, 一时间他的演出上座率达到了最高。 以逃脱术文明的顶级魔术师胡迪尼也慕名而来, 他称朱连奎为超级魔术师。 传领的名人也以能邀请朱连奎表演为荣, 就连爱迪生也提着没发明几年的摄像机, 跑来现场拍摄朱连奎演出。 朱连奎的美国经纪人给了他一个方便发音的新名字, 这三个字的音取自美国的中餐馆菜单, 清灵符, 金灵符, 金灵符带起的东方热, 让媒体也嗅到了热度, 随着不断的曝光, 他在美国停留的时长也引起了官方注意, 因为有排华法案在先, 是不允许华人停留超过30天的。 1899年3月下旬, 因为停留时间太长, 他被拘留, 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 但这时的朱连奎, 已经不是出来时的底层外来者了, 他的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 让不少人挺身而出, 想留下他。 军院经理霍普金斯, 聘请了最好的律师, 最终以认定他非劳工, 而是有贡献的艺术家身份, 赢得了拘留权。 这个审判是第一次由自己人, 栗战排华法案, 而保住了他们歧视的黄种人, 一时间成为全国的头条新闻。 纽约新闻报也称朱连奎是19世纪的奇迹。 有了合法的身份, 他背后的公关团队更是开始大方营销, 借审判的热度, 把朱连奎正式推到了美国当时最受欢迎, 收入最高的表演艺术家位置。 朱连奎在一次巡演中, 为费城伯利纳公司录音, 录下了历史上最早的, 有记载并有实物为证的中文唱片。 一张是朱连奎录唱的京剧《闻招关》, 另一张是朱连奎妻子和儿子录唱的京剧《梳妆台》。 他的团队很懂得娱乐玩法, 公开悬赏1000美元给能破他大碗飞水魔术的人。 爱迪生的通用电器公司也跑来积极配合, 专门制作一个悬赏短片来支持他。 就这样,在近100年前, 金临福就拿到了1000美元的周星, 相当于今天每周高达35000美元的收入。 将近30万人民币。 但这不只是媒体与剧院的热捧能凭空达到的高度, 因为之前美国剧院也请过其他东方艺术家表演, 但没有一个能达到像金临福这样的热度和赞誉。 在那个舞台魔术表演的黄金时代, 他成为了联合广场剧院的招牌人物。 美国首屈一指的魔术刊物和魔术总部 都以能采访或得到他拜访为荣。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 布丁芳也为他改善了中美关系, 送出了一面大清皇旗, 甚至后来在一次合同纠纷中, 还充当了朱连奎的调解人。 这种方向也引起了其他魔术师注意, 不少人开始模仿金临福, 不仅是在美国的中国魔术师, 也有大批美国人。 这些西方模仿者中, 有一位是做到了极致望我, 长达数十年。 他就是纯正的美国人, 威廉·罗宾森。 他不是初次模仿, 在这之前也曾经抄袭过 另一位德国魔术师的艺名, 只是因为相隔得远, 并没和正牌交手碰面过。 这次模仿金临福是从外貌到家庭, 表演内容全部复制。 但为了不碰见正版, 1900年起, 他是以新面孔在伦敦开始的表演, 因此在最初的五年里, 两人相安无事, 没有产生交集的可能。 他从金临福的名字取了一个 很容易混淆的发音, 自称成莲苏, 留起长辫, 穿上大褂, 找来助手美国女孩扮成中国妻子, 还注意了原版的妻子 身材都十分娇小, 包括一个明显是白人的小女孩, 作为他们的女儿。 为了防止露线, 他牺牲倒也很大, 表演是从不开口说话, 保持沉默, 毕竟他真的不会说中文, 就连接受记者采访, 都要刻意配一尾翻译, 关于自己的身世, 也编了完整的故事。 大概是说, 我的父亲是一个苏格兰工程师, 娶了一位广东的女士, 母亲姓程, 在我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于是我被母亲抚养大, 十二岁时母亲去世了, 我成了一位中国杂技演员的学徒, 不仅如此, 就连金灵符为慈禧表演的事件, 也落到了他自己身上。 朱连奎的市场被冒充者们蚕食, 合同也出了些问题, 首先演出增多, 薪水却不匹配, 时间也被压占得厉害, 除了演出, 还被派去百老汇音乐剧做客串明星, 虽然被捧得很高, 赢得了尊重, 但也无法改变大环境的反华举措在日益加重, 疲惫不堪的金灵符终于在两年后, 选择从香港回到内地, 而这时, 远在伦敦的冒牌成连苏, 正在新的身份里, 一场接一场地重复着他的演出, 他大概想不到自己会在五年后遇到正主, 并成为一场魔术史上最为知名的世纪挑战书中主角之一。 修正好的朱连奎准备冲返美国, 开始第二次巡演, 但当时的局势, 他没法直接去美国, 在经纪人的帮助下绕了一大圈, 从英国、欧洲再到南非, 这次绕行, 偏巧就让两人终于碰面了。 金灵符试图揭穿成连苏绝不是中国人, 称他是大骗子, 并且是抄袭自己魔术表演的低劣魔术师。 和经纪人商议下, 北明发出了一对一的战术, 这是当时登在伦敦每日新闻上的战术内容, 内容有三条, 第一条是, 让陈连苏去中国驻英大使馆, 验名正身, 第二条是, 需要陈连苏能够证明自己在1898年, 朱连奎风靡美国之前, 就表演过现在的魔术。 第三条, 两个人在伦敦任意选另一家剧院, 展开魔术对决。 如果朱连奎自己, 表演不出陈连苏表演过的任何一个中国戏法, 或者陈连苏能够表演出自己20个魔术中的10个, 那么自己便认输。 由于对决赌注为1000英镑, 这次挑战也被称为1000英镑挑战。 英国媒体和观众们翘首期盼, 这场当年最热门的舆论新闻, 范围已经被轰托到了顶点, 那个逃脱术大师胡迪尼也答应做评委之一, 这种白蹭流量的免费宣传对他毫无怀处。 约定对决的当天, 是1905年1月7日, 陈连苏特意在舞台上安装了一面玻璃隔板, 作用是防止金灵符用中文跟他搭话。 奇怪的是,金灵符并没有如月到场, 也没有给出原因。 之前明明回避对战的陈连苏, 变得十分开心, 不用比, 直接宣传了自己的不战而胜, 还把他加进了自己的名头里, 称自己为伦敦剧场观众的最爱, 可怕金灵符的征服者, 尊敬的中国皇家荣誉莫术师。 大众居然也接受了, 甚至有传言, 是陈连苏把金灵符变美了。 真相对于娱乐和观众没有那么重要。 而金灵符为什么没有出现, 有两种说法。 第一是被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劝说了, 当时中国的形象实在太负面, 在英国好不容易有个中国正面形象, 哪怕是冒充的, 影响也是积极的, 对其他中国人在英国经商生活也有好处。 在更大的国家利益面前, 这种事也就睁眼闭眼, 不要揭穿了。 另一种说法来自条约的内容有漏洞, 经纪人认为在战书上并没有中国血统证明的条款, 所以决定不让他来。 总之, 金灵符在四个月的巡演之后, 返回了中国, 不再对这件事有任何回应。 金灵符的第三次赴美更加困难, 长达几年的延误, 直接导致了他传奇魔术师身份之外另一个成就, 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纪录片, 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纪录片导演。 在美国期间, 他是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发展, 也看到了当时美国先锋电影公司制作的战争纪录片《传奇篇》, 很多次他在这边剧场演出, 对面就是新上映的电影, 观众涌向两边。 这个新兴行业带来的改变, 是让许多传统的剧团演员也参与到其中, 变成了电影明星的。 包括艾迪生也以金灵符为主角, 拍摄了电影《金灵符》。 所以当魔术事业受阻时, 他选择的另一条出入是纪录片, 也就不奇怪了。 他和一家叫美丽公司的洋行合作, 组成了一支东西方火河的团队, 选择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辛亥革命》, 直接进入了战争现场, 还有一位翻译者随行, 这也间接让他避免了一些伤害。 为了反映真实战场, 他们是爬到了武汉的汉口租借边的顶楼, 拍民兵和清军交战的镜头, 后来又补拍了南京的镜头。 电影的剪辑成片是在上海完成的, 它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录片《武汉战争》, 这支纪录片在当时对普通人参军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1912年, 金陵福的团队返回了旧金山, 或许是拍摄纪录片的经历改变了些什么。 别人之外, 他出现在纽约明星慈善晚宴上, 邀请了耶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共济满餐, 出席了美国魔术师协会的年度盛宴。 至于那场世纪挑战, 金陵福和陈莲苏以另外一种有趣巧合的方式再次隔空交集, 仿佛也有了最简单的答案。 他们分别去拜访了莎士比亚的故居, 在访客名单上留下了签名。 正牌的中国魔术师签下了朱莲奎三个中文字, 而陈莲苏在英文签名的后面, 画下了一串自创的像中文残缺尸体一般的字符。 1917年, 陈莲苏在自己的绝招徒手借子弹表演中失手身亡。 这次尸首也让他唯一的自创绝招被改称为死亡诅咒。 经过改造的道具枪因为磨损过度, 火药在真的枪堂里引爆, 打出了子弹。 陈莲苏被击中胸口中弹的那一刻, 他第一次在台上开口, 用母语喊了话。 曾有人对陈莲苏的成功这样解释, 因为他从来不是在表演自己喜欢的, 他只是在表演你们想看的。 在《致命魔术》里, 从始至终贯穿的一条底线, 就是自我牺牲。 从波尔顿得意自己看穿陈莲苏的表演, 认为牺牲自我是能摆脱别人猜测的唯一方式, 那一刻起, 就意识了畸形追求导致的失控结局。 我会在《致命魔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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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到三向一扇揽触, 从来到三向一扇揽触,